第八屆的台速杯 国际职业网球锦标赛 进行第一战的男子单打决赛 ATP世界单打排名 1056的台速执行徐玉修 碰上来自美国的亚裔选手朱士迪 徐玉修在第一盘 三次成功破发对手 率先以6比2拿下首盘 尽管第二盘一开始0比2落后 但调整状况之后连下5局 最终以6比3收下第二盘 徐玉修成功拿下男单第一战的冠军 非常开心因为这一课 其实我有点犹豫 我是要发有上网 还是我发完要停到后面 最后还是发有上网 但是就是上网完 我接起接下去 就感觉已经差不多了 那一课其实就有点兴奋 然后后面就说不出话来 去年连续拿下奥网 文网和美网 三大满贯赛的青少年双打冠军 徐玉修今年满19岁之后 首度完全以职业赛事为主 这一次的胜利 也是胜牙首次职业男单冠军 并在ATP的排名上 也获得27分的积分 因为明年有改制度 然后我现在也有取得 明年的ATP排名 然后就希望 我就是先有ATP排名 然后我再慢慢 再朝着排名越来越高前进这样 未来的ITF Future比赛 将不会再列入ATP排名的积分 徐玉修将必须在其他赛事 拿下好成绩 希望将自己的排名 再往上提升 未来体育新闻 消息昌林家信采访报导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